我覺得林維州這個有趣 我認為林維州 應該要出來選國民黨黨主席 我到目前我看不到國民黨黨主席 究竟你選朱立倫跟江啟臣 有什麼不一樣 除了國民黨的內鬥之外 我看不出說你選擇江啟臣 跟選擇朱立倫 或選擇這個 這個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你現在選擇林維州 他很清楚告訴你 我舉的大旗 我走的路線就是反共 這個不簡單 所以這樣才能夠激起黨內的辯論 黨員才有所選擇 國民黨才能夠真正拿出路線 不然國民黨這個政黨 每天在那邊搞什麼萊豬 你自己都開放萊牛 然後你再反萊豬莫名其妙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真正敢敢在黨內進行路線辯論 敢提出主張的 反正他好像沒什麼機會 那林維州以後怎麼辦 在國民黨裡面 我覺得他會很尷尬 他在國民黨裡面就是被人家還以為說 林維州以前是民進黨的 人家以為說你就是 來 你就是廖北亞 你是來國民黨的廖北亞 你是在這邊咬亂一池春水 甚至會被批評 這一點我不太認同 范老師 我認為林維州 他怎麼會是被認為是廖北亞 我如果是林維州 我宣布反共之後 我立刻到池湖去夜林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才是國民黨正統 反共 反共 反安公逼身 監國逼身 我以為你 這過去那個 洗腦洗得頗嚴重 所以是國民黨變的 對不對 我若是林維州 是國民黨變的 是現在的國民黨變的 我還去慈福三鞠躬 夜林對不對 夜晚林之後 宣布參選黨主席 好 大家要變 大家來變 不是這樣嗎 你那些不笑弟子 而且林維州可以說 昨天假公託夢給我 我要出來進選黨主席 我覺得這有號召 請教一下子澤兄 你支持反共嗎 不要看議題 所謂反共這個概念太大了 那基本上 比如說在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是走河中的路線 基本上希望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 那反共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說這個林維州委員 他特別有提到在臉書 事實上他論述沒有很長 他基本上說 春節期間你共居 共建還來 那他覺得這件事情很討厭 所以要反共 可是這個事情 跟國民黨立場有沒有不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是年前國民黨臉書發的圖 他上面寫年節將至 中華民國不需要共機陪著半年貨 大家搞不好還有印象 平常可以 國民黨平常可以 年節不要 劉秉坤 你的解讀有這麼 不然你就像年節 平常就不要來 他有這麼說嗎 你不說年節 他就說年節更不需要來 不是剛才 平常可以來 但不要太來 更不需要來就比較急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正直到了